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三呢 说的是小段 昊阳说了一个陶八状 我呢 说了一个消费买药 周五呢 我们俩人拆一个故事 选来选去选谁呢 三国里边故事最多的 而且大伙比较熟悉的 就得说是婚离场 大伙熟悉 我们说着也省事 您听着也明白 不能说别人 说一徐黄 来一徐楚 没什么故事 知道的人很少 今天下午是三位演员 加上一个报幕员呢 一共是四个人 说的各有各的风格 你看刚才这小魏 说的这叫当口相声 假行家 这也是名家的作品 刘宝瑞老先王 他说的确实也不错 下去休息一下 我呢 接着昊阳的《一国云天观云长》 接着给您讲《关羽》的下半部分 这个从哪说呢 三国这种书啊 他不好表演 大伙也都熟悉 花几十块钱买本《三国演义》 您一看就知道 而且这个榜上啊 录音也非常的多 袁国成老先生的 啊 单天方先生的 江春瑞先生 啊 连立如连先生 都是名家 所以我们这小孩给您再说呀 恐怕您听着就费劲一些 总感觉有一些不足之处 而且按我们术语来说 这个不是我们最拿手的节目 当初学过 在天津学过 不过年头太长了 就这段罢小巧袍 我在北京就没说过 在天津说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天津喜欢听这种传统的 啊 老先生们 那听书的书作 最年轻的也得五十多岁了 都是上岁数的 闭着眼睛听 喝着茶水 嗑着瓜子 哪有毛病 哪有毛病 哪忘了 给你提词 他乐意这样 北京呢 以听包袱为主 你说故事多好 还是得有点笑料 没笑料 它感觉差一点 你说这桑国演义这书怎么割笑料啊 这太苦恼了 尤其关云长 那是神人呐 啊 那是上天的神仙 武财神 我拿武财神开玩笑 我这一年怎么过来 啊 天天说书没人听了 咱们得罪武财神了 那我不就喝习尾分了吗 啊 这是开个玩笑 咱们闲言赏叙叙 书归正传 听书看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山河道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说出的规矩 都得有这个定长师 大伙对棍长非常的熟悉 棍长跨下赤骨烟之兽 那是宝马英居啊 官二爷仗着这匹马打了多少胜仗 刚才浩阳爷说了 白马过斩燕梁 说是斩燕梁 实际上是侧燕梁 全靠这匹赤兔兽 一团活运 再有就是掌中这口青龙燕月道 八十二斤尘 多得气力 八十二斤 举两眉气罐 一般人没这本事 再有一个大伙都不知道的 官二爷泪下有一口宝剑 三国原文上没有记载 为什么说我们这得多研究就在这 官二爷跨下马掌中刀 泪下这口宝剑可太厉害 轻易不漏 为什么呀 这可不是一般的宝剑 你说是消通朵铁 血铁如泥 这都不在话下呀 而且官二爷这口宝剑 好在哪儿 往墙上一挂 真有了危险 宝剑自己出窍 你说这家伙 这让人一听就太迷奇了 而且宝剑怎么得来的呀 当初那还是官二爷小的时候呢 小的时候念书 也没有学房 在哪儿念呀 离家不远有一个庙 教书的先生在庙里头带一帮孩子 官女家里头最困难 最穷 这些孩子们都说官女是小偷 弄得官儿也很郁闷 凭什么说我是小偷啊 你们家最穷 最近庙里总丢油 天天丢油 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呀 你说人家话 他也在理 官女家最穷啊 官女觉得人不舒服 哦我们家穷我就偷油啊 我得看看谁偷的这油 晚上没睡觉 在庙外里头嘴着 看看究竟是谁偷油 就看远处 呱去一阵狂风 官爷提鼻子一门的 这风带着香味儿 不是腥骚恶臭 香气突出意 官女辣味怎么这么香啊 什么牌子呢 胡鸡花 我喷着胡来的是怎么 往里跟着走 一看庙门开了 借着月光往里一瞧 感情是一个漂亮的女子 长得可太美了 这女的偷油 哎关于心想 你偷油啊 闹了半天是你干的这事呢 我非得把你抓住 不可以 也是岁数小 打人打 迈不过去 喊了一声 谁 说声这谁 把这女的吓一跳 做贼心虚啊 转身就跑 想跑 你别看关于小 速度还真快 过去喷一下子 那个时候男女受受不亲 但是二爷岁数小 他不懂得这个 就想把这女的给拿着 这手啪 就抓住了这女子的手腕 就感觉手中一滑 定睛一看 那是一个女的呀 变成了一条大长虫 变成一条怪王 我 关于心想吓一跳 呦 我是许仙梦 哈哈哈哈 好好 这是我说的 过去掐蚌头 把这蚌给拿住 把这蚌拿到家里头 到了屋中 把这蜡烛点着 点着蜡烛一看哪是蚌啊 是一口宝剑 他宝剑 他宝剑 把自己的父母叫起来 把这事一说 老头一瞧 这一口宝剑可不错呀 试试吧 找木棍 铁块 打着一销 学铁骨泥 吹毛利人 好是好 光是一口剑 缺一个剑侠呀 得配剑侠去 第二天找打铁布 配剑侠 怎么插也插不进去 老头说 你这口宝剑 跟一般的剑骨一样 那是仙家的宝贝呀 以后将来能碰见 合适的再说吧 过了一段时间 关羽的父亲 出去采药 路过一个道观 就看这道观门口啊 站着一个老道 这老道手里头 拿着一个剑侠 拿着剑侠还要挖 哪位买剑侠呀 这事可新鲜 都是成套的卖 没有说拆开卖的 关羽一琢磨 我这口宝剑没有剑侠 试试吧 拿过来 挖了一套 别说多寸 也是太巧了 这口宝剑就插到了剑侠里 可把官儿也给饿坏了 这回好了 咽不活 我呀 插是插进去了 拔可就拔不出来了 吃奶劲都使出来了 怎么拔也拔不出来 这怎么办呢 给人家钱吧 刚要给钱 再看这老道 画作一五青烟 是踪迹不见 我爱你心想 这可能是上天的神仙 把剑侠给我送过来了 现在拿着没用啊 宝剑抽不出来 往家里头一挂 这天晚上来了几个强盗 来抽东西 刚到院里 就看见宝剑火了 自己出来了 好家伙这一出来是霞光万道 坠财千条 把这些土匪都给吓好了 打这儿去官儿也才知道 这口宝剑可了不得 那是仙家的宝贝啊 哦 来了敌人了 宝剑自己能出来 用防盗的作用 打这儿去 这口剑就留在官邑的身旁了 官儿也一掌吃足兽 二掌青龙焰掠刀 还有这一口宝剑 那可以说是大病天下 没有对手啊 都说 二爷以波云天 忠一千秋 这话确实是不假 您想官儿也这一辈子 奔酒斩华时 捕捞坑前三兵占吕布 吕布那是夺的的 在三国里边 人中吕布 马中是土啊 吕布还同一位 谁也打不够 官宇一个人跟吕布 站了几十个回合 也是打不下 哥仨到吕布 传为了家伙 虽说不光彩 但是别人还站不了吕布 后来白马郭展颜梁 严心渡口 朱恩仇 郭五官展六将 这一步一步 水淹七军 威震滑下 所以说 郭二爷在大伙心目中 这个位置 是非常的重要 饭馆 有什么洗衣中心 供官府的偶像 才神吗 饭馆供可以 供官员 别弄张菲 还顿张啊 合适 洗衣中心来官府 都太好了 他不懂的历史啊 官长爷是什么人 武才神 忠义千秋啊 你让官爷给你看着腰子 那马上能好得了吗 所以说洗衣中心 洗头房这种地方 你可千万别跟官业 洗衣中心供谁 不拨得到 二零啊 好酒色才气 这是说个笑话 所以说关羽 大伙都是非常的熟悉 刚才靠杨也说了 关羽关云长 挂印封金慈汗像 抱着两家黄嫂 到河北去寻凶 单说这一天 车长刚刚走到 马林桥这 进了后背 真诚滚滚 炸骂司令 你看 曹操带的文武追来了 关羽赶紧让车长先行 自己立马横刀 蓝党在桥头 不待一会儿 就能杀成散落 好家伙 你看曹操手下 这些文臣 一个隔棍多代 大小英风勒 跨网剑 再看这些武将 快兵家令 领亏棍甲 招抛四代 您没等 请我当庆 连胯下的战马 提跳 提跳 撕鸣啊 瞧这意思 只要曹操一声令下 这些人就冲过去了 这些人怎么这么横 生着气呢 心想关羽 你太不贵了 这些人对关羽啊 羡慕嫉妒恨 怎么 收下这些武将 给曹操立的功劳不少 带你谁也干过 我这关羽 刚才说了 上马金下马银 三日小宴不是大宴 好价格 给了多少多少的美女 关羽没要 给两家黄嫂 那我们要啊 成像不给啊 你这 你最气人的就是 宝马车途 胭脂 是不是都给你了 我的天哪 武将能有一批宝马 那是多幸福的事情啊 我们多少人想要 成像不给 给你了 给别的咱就不说了 你可倒好 哦 说早就早 连身招呼都不打 你敢把我们成像给气的 你管你有什么两个气的 我们 我们跟你拼了 一个打不过 你两两打不过 你三个一块上看就怎么着 好汉 架不住人多 好虎 还架不住我们这群虎呢 想说好虎架不住群狼 把自己搁了也不行 我 你招呼 最远很高 看着 此时桥上桥下 非常的安静 就感觉是杀鸡死胡 剑拔你 战斗 看曹操往前一带战 你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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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河北去熏熏 老夫特帅重文武 前来给军侯民 送行啊 大伙这个泄欺 今儿丞相你疯了 你刚才在家里你说 大伙就把他拿住了 怎么改了送行了 谁也不知道曹操是怎么写的 官卑微欠了一欠身 刀头压 丞相 官猛私兄心切 不变 九流 殷长公 无比慌张 老夫是怕将军穿姿不足 背下路费相赠啊 没错 我不是带人来抓你 我是给你送钱来 我呀 拿两个上来 我给干部 就看小小的 好 来了好几位 每个小人 端着一个盘子 你看给盘子产 好家伙 金光闪闪 全是马蹄精 我的天哪 这些五将都瞧着 我的天哪 这么多钱 那家还多黄金哪 我说 这多少贺 别废话 那给你们金子头 我说一放 银赛桥挂着眼 连看都没看 成下 郭文某 路费 竟费 再说 无辜 手路 余心不安啊 我看这些金银 还是分发给中卫将士吧 这些无将心说 关羽够意思 哈哈哈哈 林总还给我们留点什么 关羽不要 曹操一看关羽不要 点了点头 林长公 既然坚持不受 老夫 也就不再严强了 我身是军侯 秉性终正 志向当远 财国难度无心 女色难以如指 将军武功该世 忠义无双 真乃是天下 看 不过军侯说 武功受路 这话可就过枪了 谁人不知 哪个不晓 将军在白马 斩了眼 两眼 赶紧诸了门仇 至于老夫有机无命之恩啊 难道这 还不能算是功劳吗 哎 老夫我是志大 才是我 凭生所愿 就是能与君侯这样的贤良 同舟故技 成就一番八业 自吞吐山约三世后 老夫蒙将军的错爱 得与君侯共事多年 将军的品性和财学都令老夫是钦佩万分啊 君侯 今日一笔 不知何年何月 才得相见 老夫人 老夫这心中 实在是舍不得将军您走啊 各位 此时这位曹丞相的心情太自发 怎么这么说 当初那是曹丞杀散了刘关章结义的弟兄吧 也是曹丞收留了无数头奔的官员 把关羽收在自己的麾下 这要依着别人 早就把关羽给宰了 一些武将是杀了的 文官也给出主意 说关羽不能留啊 但是曹丞没这么做 为什么呀 曹孟恶那是爱财的人啊 爱将如匹 他知道关羽这个是个人才 这人我不能杀呀 万一他大哥又被死了 关羽是重情重义的人 我这么对他 他不能不感动 他肯定得好好的报答我 白以为刘备死了 没想到人刘备没死 吞吐山约三世说了 我不管在你这多长时间 我只要知道我大哥刘备的下落 我就去找他 曹丞也答应了 现在关羽真的要走了 曹丞失约 但你不像话 真要听大伙的话 把关羽杀了我 也是一如翻尘 但是曹丞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呀 您想 曹丞真要把关羽给杀了我 这要传出钱 谁还来辅佐我呀 我这脸脸往哪放呢 大伙会认为我一体很心动 所以曹丞不能这么做 但是真把关羽给放走 这样的人才 舍不得呀 所以曹丞心里头 那真是非常的复杂 哎 文长部 临别之际 劳夫无以为赠 背下一领炸袍 相奏 哎呀 哪里要上来 画一杆不好 就看什么呢 跑过来一个小乡 小乡手凌 端着一个大熊的期盘 一看这盘子上 好伽子 整整齐齐 你自己每一缕 崭新的鹰人类的战袍 再看曹丞一踢这炮襄 紧抛随风之类 往手上移拖 弹一看 这袍子可太好了 加金边走金线上述 还有一些惊讶如探终毛翻身 困骗人家 但是曹子找了最好的裁缝 找了最好的面料 找了最好的制作单位 打楼花符啊 用广告制作 楼花符做不了 那是给关羽粮身定做的 淘河往手里头一通 往前就定 关羽可没拿你 你说要按礼仪来说呀 人家站你面前 给你礼物 最起码的你得下马接受吧 但是关羽他不能下马呀 咱们怕那些的武将 那他不怕 官人也放上一仗 那些武将就没放在眼里 官人也怕什么呀 我真一下马 曹操把这袍子 往自己身上一呸 抱着我一哭 上面走我 过的二年可就 真的不忍心走了 这是武将 这袍子怎么接呀 我三十手行了 这海贼王的路飞是手能长的好棒子 这 官人也是灵机一动 一看掌中青龙眼月头 我不要闹 官女家中在身 实际上就穿着普通的衣服 就这么说 官人家中在身 不得下马 我要用刀 去挑跑 说了话 官人也这刀可逼不来 好 这青龙眼月头 当我不要闹 大伙一看 丞相小心脑袋 呵呵呵 侧官人给您来一下子 我们究竟都来不及了 武将把剑可挖出来 曹操 连躲都没躲 连眼屏都没差 他知道官人那事 不会伤害自己 就这么举着 再喊官女 就给当家一条战口 把刀铺棒当花 呸在肩上 把身上这么一呸 手提七公大佬 大伙一看好家伙 官人也正跟天神相放 此时曹操看着官女 官女看着曹操 这俩人关系太容易了 可以说是自由啊 官人常心里也是特别的难受 曹操一步马虫 呜 朝夕啊 多多保重 用茶 港春 说完之后 再看温常 用这当作尼克拉的三茶鱼 吃了手 咸 一声长丝 哇 扬长门去 曹操看着 真糟了 中文不是一文文文哪 这说丞相这怎么了这是 这些人哪能理解曹操啊 谁也不能理解曹操这位 大军事家 大政治家的豁达殊怀 知道不刮春风不得秋雨啊 如果没有今天的霸乔赠袍之意 怎么能有恨文书滑炉到放曹之情呢 曹走吧 别看着了 一路走好 曹子代人 回信不提 单说观不观察 说着荣业过五官斩六将 真做到了憨和荣业 咱们简断结说 这一战 金凤山 先生廖花 廖花 战山为王的一个山贼 山上两位寨主 廖花行二 还有个大哥 大哥叫刘谦 刘谦 这边酒色之毒啊 才华倒流 胡作非为不干正事 你看山下 树林子这儿有车站 派人结上来 撩开车链一看 好喜 把你气乐怪了 花姑娘 不被这俩媳妇干夫人弥妇人 太美了 岁数 说实在比关羽还小呢 这好 他俩 咱廖花说 兄弟咱一人一个 哎呀这夫人 哎呦这一下干夫人弥妇人哭 我哪儿啊 我们是皇亲国戚 怎么归了说乡上的 为山贼了吧 放声纵哭 廖花你别看是山贼非常的正直 一问怎么回事啊 你们丈夫是谁啊 把这经过一说 我们夫君大喊王叔 刘备刘玄德 我们二十五官 官宁常护送我们 花一提官宇可管用 廖花太崇拜官宇了 哪中一千秋谁不知道 廖花就劝 天儿这事儿你不能怎么办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好偏调去吧 我想这花姑娘 三说两说廖花极了 抒起箭路 一箭 就把余谦给打了 好 好 余谦张黑人 哈哈哈哈 哪儿就是他傻 你还有叫好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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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国得也不意 哈哈哈哈 我一笑 护送着干夫人弥夫人下了山 官就这么着急呢 这边手刨上车上 先行在树林子里头 我一会儿就回来 到树林子里头一看怎么人没了 一看就往上上 车上下来 廖花赶紧翻身下马 把这经过一说 官二爷是千万万谢 多谢多谢 可太 从此相声界上了一个凉活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是关你说的 还是我说的 官二爷对廖花廖文简是千万万谢 廖花郭官二爷我太崇拜您了 我打算在您帐下 充当一名小子 官宇收下了廖花廖元简 但是河北寻凶 官宇没带着廖花 为什么第一 这是一山贼 你再怎么欺验投名 干夫人弥夫人看着别人 俩人可能有强迫症 你感觉这要怎么着似的 再有一个留他在山上作为自己的一个接用 官二爷收了廖花 廖花却是后来投在官女的帐下 听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三国到了后期 西蜀无上将廖花当先锋 这国家太没人了 廖花当先锋关锋 收了廖花廖元简 又往前走 晚上投诉又遇老汉胡花 胡花老汉也是非常崇拜官女啊 一听官二爷来了 排满下景宴是热情的款待 景西宴上 胡花就问 官将军啊 但不知曹丞相 给没给您过关的令箭呢 不曾给我 军后啊 就算丞相给您多少金银珠宝 给您多少剑金头 也不如给您这过关的令箭啊 远文奇想 你听怎么还有五关之险呢 您讲讲我听听 这第一关叫东陵关 东陵关首将孔秀 此人夸甲 斩中刀 永贯三军 二一关就是洛阳 洛阳首将叫韩福 韩福帐下有一员上将叫孟坛 此人足智多谋 诡计多门 三一关就是四水关 四水关首将姓便没喜 便喜这个人也是非常的狡猾 长出一对飞锤 人称飞锤将军 第四一道关首将叫王子 这些关不在话下 唯独这第五关 黄河洞口 首将叫秦齐 那秦齐 马快当臣 乃是上将夏侯敦手下得力的谋将 那是老将军采羊的外甥 没有过关令箭 军侯啊 就是鸟儿 插翅难飞呀 嘶 可以改 这儿 关羽是橫衣半傻 喝了一堆闷酒 第二天临走 关羽就感觉尖头这个蛋子 比平常有重的许多 心想这五关我得怎么过 临走的时候 胡华给了关羽一封书信 为什么呀 老汉胡华有的儿子叫胡班 在第四官王职仗下为将 到时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你把书信一线 我儿一定是赴汤蹈火再辅辞 不二爷是千恩万谢 哥叫胡华老人不提 再说官长 手提青龙战略斗 催动车渣 往前走 这一天就到东里关 刚到东里关这 这守将孔秀早就得到消息了 先说官吕 我知道 那是我们丞相手下的暗将 白马斩剑梁延金珠文 丑立起了汉马的功劳 而且听说那是丞相的室友 跑 跑我这来 到我这来干嘛 要过我这东里关 过关行啊 得有丞相的令件啊 如果没有令件的话 你就是官吟长想过关 不行啊 他是丞相的人 我先别得罪他 先礼后兵 这小子心眼很多 所以出关迎接 一枚领盔 二枚过甲 三枚带着家务 笑脸相迎 关将军在下东里关首将 叫孔秀 知道关将军驾到 未曾原名 大面恕罪 举全南达 小连人 人家这么客气 官儿爷能动手吗 微微欠了一欠圣 关蒙埃德鲁马 还望将军海涵 请问关将军 来到我这东岭关 一遇河北啊 哎 惭愧惭愧 我要保着两家黄嫂到河北去寻寻 还望 果关呢 哦 孔兄一听 保着两家黄嫂到河北去寻寻 河北 袁绍的地儿 袁绍跟我家丞相现在正要玩命呢 你跑跟上那干嘛去 哈哈哈哈 管将军 过关不难啊 但不知 有没有丞相的过关令箭啊 万一听到这儿了 踏上的问什么 哎 惭愧惭愧 行似粗啊 没来得及向丞相讨要过关的令箭 哈哈哈哈 管将军 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没有过关令箭 想过我的东岭关 我可怎么说呀 哎 还望孔将军 放我过关 哎 关将军想过关的话 我看这样吧 你一个人走 我看把车账留在我这东岭关 不知关将军 一下如何呀 给子我留个人质 关于可急了 先说怎么着 把车账留下 门都没有了 这话关于很不爱听 三说两说是话不投机 孔修眉头可就立起来 看 关于 别看你斩了颜梁 猪了门炒 那是我没去 哈哈哈哈 我出去轮不到你 打把回关了 关上下怪了 这人不出来我可怎么办 略当片刻就惊 一声炮响 吊桥放下 支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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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开发 就看孔修 顶盔棍甲赵豪数带 跨下马 掌中大砍头 哈杀出来 孔修讲着自己不寒衛 你这饭桶啊 王宝是这样 他觉得自己行 你倒边了边了 你的份 你跟人家郭二爷怎么比啊 你那马就不如赤兔 那赤兔呢 那马说实在的那种龙性呢 看过他了 他这马绵绵绵 这山羊是 哈哈哈哈 马起起羊羊就出来了 哈哈哈哈 起羊羊来 羊羊绵绵来 倒关根 倒钢取起来 那意思我楼头盖停 就把你披了 关于比他坏的弱 长成青龙战略 那就跟闪电一样 一抬手 他一个回合都没走了 什么 当屁孔修 孔修手下的这些兵子 不可就乱了 我的天 他什么意思 拉炮啊 我女儿 打到一局 我杀孔修 事出无奈 我就会无关 儿等好好守官 将来丞相来问 儿等 如实禀告 君侯您放心吧 哈哈哈哈 您这叫什么首相 哈哈哈哈 将一死来 咱们一去 君侯您放心吧 您杀得对呀 哈哈哈哈哈哈 文明昌带车掌 通过了动力 下一关就是洛阳 洛阳首将 韩服 韩服早就得到消息 我的天 心想关羽要来 关羽 展颜两株文潮 倒屁口就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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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羽要来 您怎么这么着急呀 我打不过他 哈哈哈哈哈哈 俗话说得好 鸣枪容易躲 暗箭最难忘了 大帅 我有一计 生亲关羽 哦 即将安出啊 咱们提前埋伏好 八马索 准备好八马索 关羽来 咱二人一同出来 我去会战关羽 您行吗 哈哈哈哈 大帅 我苦练武艺 关羽 我看不算什么 多了不甘说 打二十个回合 恐怕不在话下 我跟关羽苦斗的时候 您趁他不备 啊 放一箭 倒是生亲关羽 可就一人无反掌了 好鸡 好鸡 打都没 打都没这鸡上 关羽来了 吊枪放下 城门开发 好家伙 撑起滚滚 再看 孟坦 杀出来 韩服藏在门棋后头 拉弓打劲 就这么盯着 孟坦心说今儿露一双 逗他二十个回合 哈哈哈哈 拉弓刀会动关 你还真别说 他比韩服强 韩服举刀没剁 就让关羽宰了 他刚到跟前 当我还没举起来呢 关羽宰 这就死了 哈哈哈哈 再死了啦 门棋后 那韩服吓一跳 哈哈哈哈 你没出现幻觉吗 哈哈哈哈 这么快 我放一箭吧 啪 一箭就出现了 各位 就是那个句话 鸣枪如一朵 暗箭碎南方 一箭 正中永长 您放心 没射住耕丧 设到哪 句话 关永长的左臂 正中左臂 哎呦 关羽 咱们到处 凤阳关征 暗下独守 可杀 不可留 震恨 用牙 一咬这箭 喷 拔下来 顾不得腾痛 轮丹之闻门棋 那尺徒兽 咱说的就跟红云一样 红色的妖精 打了门棋子 韩服一看 我错了 哈哈哈哈 斜茬子给劈下来 空不拴一个马下 临死的时候还说 活没活动 员 员 歹人马 通过了落水 滚肠 爆炸 伤口 咱们不提 第三道关 他就当了四水关 四水关 首相叫变袭 变袭 琢磨 我是飞锤将军 暂时斗关羽 我怕够翘 还是那句话 明显如意地 我暗建最难防啊 怎么办 我就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各位 四水关 离这四水关不远 有个寺庙 叫镇国寺 心想我在那安排下酒宴 把关羽请到镇国寺 酒宴款待 酒席案上 暗暗埋伏下刀斧手 到时我摔北美好 杀关羽 如同坦囊取乌一般 想好了 到了镇国寺 见老方丈普敬 老方丈普敬 一听 佛门静地 眨眼之间 就变成了杀人的战场 你琢磨杀谁呀 杀魂关羽长 关将军 关将军 忠义无双 这种人死在我这 我于心不忍啊 怎么办 我得大救关将军 要说普京是好人吗 普京 普京要大救关二军 简短接说 辩习把关羽就赢到了镇国寺 哎呀 关将军您来了 好 关羽一看辩习 也是没顶盔没关系 穿着变装来的 还要顶头啊 我对您可是太出败了 都说您忠义无双 今天能见到您真是三生有幸 可笑的就跟笑面狐一样 关羽很雷难 哎 惨愧惨愧 头两关 我没有办法 过两关 刀斩三将 哎 那跟军侯有什么关系啊 愿望洪秀等人不识将军您的忠义啊 我已备下酒宴 您请 来到镇国寺 一看普京带着十几个和尚在门口里厚着 普京长老一看官长 大欧西一口元气 坎官将军身高在九十海外 命中中藏过参眉 当送两屋里 长难胸前飘彩 身为女顿色 杂心见心 好家伙 真像天神一样 心想我怎么救 我说有埋伏 我脑袋也没了 眼中一转 寄上心来 阿弥陀佛 山哉山哉 军侯啊 听听的口音 但不知您是哪里的人呢 官公说 我在山西扑州谢良县的人士 哎呀 巧了 我也是山西扑州谢良县的人士啊 你看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了 哎呀军侯啊 请到我方张氏一叙 我已备下两香茶 关羽也高兴 您请 你把便洗气的 这半路傻子这么一位 你真 哪眼瞪这和尚 好和尚 温将军 喝什么茶呀 你先吃饭多好 哎 关羽一白手 这是我的老乡 这许一许就有何不可呀 这便洗眉的说了 来到方丈室 打门棍 老方丈当茶 抬头一看 在墙上挂着一口刀 老方丈来到棍跟前 把茶往桌子上一放 抬头砍刀 关羽星说什么意思呀 一看 墙上有口刀 再看老方丈 你点了点头 然后 你伸手 摆了一个傻的手势 关羽多聪明 当时就明白 心想似中有埋伏 告诉随从 多加小心 酒席宴上 关羽一看 中围确实杀气腾腾 喝了一杯酒 将军 我请问 把关某让到这四中 你意义何为 给将军您接风 给我接风 为何 暗藏杀机 呵 关羽看出来了 便洗可就不能再等了 酒杯取起来 啪 往下一路 再看两边 呼 埋伏的人可就出来了 便洗嘎吊起来 干嘛拿自己的飞锤呀 关羽的青龙刀可就烫了 大战便洗 这帮人是四下逃窜 过两第三关 临走的时候 对老方丈是千恩万谢 没有老方丈普京 完了 普京说我也不能在这 我得到海外去了 还来发展咱们不提 再说关羽 关军长 保着两家红嫂过了第四关 怎么过的第四关呀 老汉胡华的儿子红伴是暗中相助 关军长逃脱险境 到了地不关 黄河渡口又女亲戚 亲戚狂 夏胡敦仗下的猛将 老将军蔡阳的外甥确实有能耐 在关羽的马青不到两个回合 关羽也刀劈亲戚 各位 官儿言一批亲戚可不要紧 这才激怒了夏胡敦 惹闹了辣无将蔡阳 蔡阳带领衣少人娜 来找关羽 这才引出一段古城会 定兄 相会 好 好 好 其实我们的评论评论也知道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公民 我们下周再见 咱们来 谢谢您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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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的公民